原标题 不想遇到了自己人生中另一位姐姐复查皇后 复查皇后在英诺身上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所以她一直在尽心地保护英诺 然而皇后却始终逃脱不掉自己的命运 当皇后过去之后 为了给皇后讨回公道的魏英诺 则开始了另一段复仇之旅 在最新的剧情当中 复查皇后去世后 魏英诺再次受到了重罚 皇上将她调到了原营园 并下令终生 不得再次踏入紫禁城半步 暗示 编剧可不会这样轻易地放过英诺 毕竟她将来会成为皇上所宠爱的令妃 依次偶然的机会 英诺在名誉口中得知七阿哥永从 复查皇后所生之死另有隐情 怀疑的对象就是纯贵妃 但是英诺已经被罚入圆明 而纯贵妃当时是皇上最宠爱的妃子 如果贸然行动无异于以卵膝时 在这种局面下 英诺清楚要想搬到纯贵妃 只能在后宫获得高位 于是她决定成为皇帝的女人了 因太后过手 英诺用两次人为的祥坠 博得了太后的欢心 恳求要回到紫禁城伺候太后 皇上对英诺仍有防备 便决定将英诺纳入后宫 以防止英诺接近太后 而太后也给了英诺一个不错的名本 贵人 没想到的是 就在太后宣布将英诺封为贵人的当晚 皇上却在要在长春仙馆照姓为英诺 长春仙馆曾是复查皇后所居住的地方 皇上这一举动 无疑是对为英诺的一次羞辱 对此 英诺自然心智肚明 然而 英诺总是很聪明的 就在英诺脱掉自己的外衣时 里面却露出了一件特别的内衣 竟是一件校服 英诺趁皇后带自己恩重如山 一定要守望27个月的校才能示紧 果然 当皇上看到英诺所穿的校服 实羞愧难当 且有一点震惊 但是他似乎对魏英诺这个人更加猜不透了 殊不知 他们之间的交锋才刚刚开始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